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David 郑金韦 非常高兴今天星期二 在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因为星期一是新西兰的劳动节 那劳工节 劳工节 工人 对不对 公众假期休息一天 所以节目没有推出 很多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没看到 因为休假了请多包涵 那当然现在因为在公司上班 要照规矩 对不对 所以也谢谢各位支持 虽然这两天没做节目 一天没做节目 但是订阅我们到了25楼 这真的是感恩 感恩 感恩 那在这里感恩之余 我要说一个数字 因为记得在3月24号 小店开播的第一天 敬畏点评 一个人订阅 那谁订了呢 当然是我自己订的 但随着时间我很快在4月17号 隔月已经到了有一千个人订阅 这个我也特别记得 那谁订第一千个呢 当时我叫我女儿说 快叫你男朋友订 你爸现在到了999 没有人过不了一千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你看都是靠 亲朋好友在膨胀 这个讲起来丢不丢人呢 不丢人 因为我不断的努力 到了5月15号 我有5千个订阅了 到了6月5号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1万 那到了9月6号的时候 我们2万 那谁的时间 在昨天10月26号 我们到了2万5千个订阅 实际上这些订阅数字 都代表大家对我的肯定跟支持 所以我永远记住 各位的这种恩情 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干嘛 给大家带来好节目 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是一部 电影推荐 那有人说今天不讲新闻吗 讲新闻 但是要看电影 听新闻 这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叫做金刚川 听过没 很多人说没听过 那当然呢 这个导播可以把我消失也没关系了 那这部电影呢 是刚刚上映的一部 朝鲜战争70周年 在中国拍的一部这个电影 听说花三个月的时间就拍完了 那卡式之大呢 大家都很熟悉啊 吴京对不对 魏晨张义这些 那故事的情节呢 不能透露太多了 不然你看电影就不好看了 但简单的讲就是当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这个中国抗美援朝进入了这个朝鲜半岛 那一段在战争当中 尤其是后勤补给啊 工兵啊 这些他们 他描述的倒不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这个部队 他大部分的剧情啊 是放在后勤运输 工兵驾桥这一部分 还真的 值得各位有机会看一下 那当然为什么讲这部电影呢 因为算算时间啊 1950年的这个10月19号 那中国这个志愿军啊 开始这个准备啊 决定参加抗美援朝 那在哪一天呢 在这个25号进入了 10月25号就进入了 这个50年前的前两天 就进入了朝鲜啊 开始跟美军啊进行作战 那当然在这场朝鲜战争中呢 中方的志愿军啊 有巨大的伤亡啊 那据官方的统计是 19万7千 将近20万人的 就光是士兵哦 士兵哦 就有19万7千 在战场 阵亡 那更受伤的 失踪的都不计啊 光这个数字 当然也看得出来当年 70年前的中国啊 新中国刚刚建立 那时候才一岁 那对上的是谁呢 是如今啊 也是当时世界 大概也算第一啦 因为二战之后嘛 对不对 那到今天 这个国家呢 也是世界第一 70年了 对不对 美国称霸70年 当然 习近平最近在这个 70周年的会上 中国国家领导人啊 他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民深知 对待侵略者 就得用他们的语言啊 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们对话 这句话呢 所有华人听了 大概都懂啊 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都懂啊 那绝对不是用英文啊 对不对 那 抱歉 但是所讲的就是要 态度比较硬 比较坚硬啊 因为回头去看 这个中国 建国到现在 那么长一段时间 所面临的问题呢 不少 但是 好像看起来呢 也没怕过谁啊 因为严格来说呢 建国之后 有一段时间 跟苏联啊 关系不好 挺紧张的 对不对 珍宝岛 什么60年代啊 什么 后来到了70年代呢 美国来了啊 这个跟美国 有一段蜜月期之后呢 这个苏联当时就比较 投鼠忌器啊 不敢贸然的 这个动 然后接着加上 他自己本身问题也很多 那中美关系那时候的 那么紧密对不对 让这个 稍稍苏联也 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作 因为他本身 美术还在冷战 后到90年代苏联瓦解 那中美关系呢 确实走了一长段蜜月期 但是到了2016年的世界 开始改变了 昨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 都分别到了 哪里 印度 两个都去了 去干嘛呢 参加二加二峰会 哪两个人呢 一个叫做 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一个叫做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 在画面这边这两位 元凶 右边的是谁呢 是印度的外长 跟印度的房长 房长呢 叫做这个辛格 那外长叫苏杰生 他们谈什么呢 讲明了吗 就是要如何啊 这个对付中国啊 对不对 当然讲叫区域安全啊 什么讲的一大堆啊 简单的说呢 怎么样来对付中国 在这个会议啊 但今天还有还没结束了 但应该会有个最重要的几个关键 第一 美国啊 据说在会前表示 会授权印度啊 使用 他跟印度要签一个叫名称啊 各位听啊 叫地理空间交流协议 这啥玩意儿对不对 地理空间交流协议 简单的讲就是呢 美国把GPS的参数啊 最精密的部分 还有卫星的资讯 给了印度的军方使用 对于像无人机的操控 比如说有没有整个这个对方 这个有没有什么异动 我information情报通通给你 他不能讲得太明对不对 所以我们情报交换联盟什么 或协议 这听起来就是 好像有点对不对 那所以要用叫做地理空间交流协议 所以人家下次跟你说美印啊 签订了地理交流 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 那你就要告诉他 那是啥玩意儿 简单的说呢 美国把这些资讯啊都给他 第二个美国啊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 也暗示 盟友啊 要有精良装备 埃斯伯在大西洋 那个智库演讲的时候说 盟友要有精良装备 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这个经济啊 军费啊各方面啊 他给不了 买不了那么多东西 对不对 那美国说啊 现在不排除啊 未来啊 会在国会要通过一个 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的租借法案 这个租借不是像什么 当年那个什么 在中国的发租借啊 阴租借 他这个租借是指什么 武器的租借 武器的租借 就是说你没有钱买精良装备 我美国可以透过租借法案 对不对 我借钱给你 你给我买装备 对不对 我欠的钱 我们慢慢还 好奖 利息 可免 但是呢 这个钱我借你 比如说借你 100亿美金 你买我100亿美金的武器 你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反正钱呢 我帮你先垫的 那你先欠的 这简单的讲 就叫租借法案 就是没钱呢 先奢 先可以奢在那里 但比较好听了 那换句话讲 印度的军力呢 就能在非常短的时间 大幅提升 达到埃斯伯所说的精良装备的要求 当然这一次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印度的时候 那天还下雨 他的专机昨天到的时候 他还发推特 说我来到这个 因为他这一次呢 来到这里之后呢 他还要去什么斯里兰卡啦 到最后要到印度 他去四个国家做访问 那如今来看呢 美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在这个地区建立一种准军事联盟 不能说准 就应该说军事联盟 就像这个北约 对不对 当然他把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 对不对 还美国自己 四方 变成一个准军事联盟 当然这个只会扩大 这个盟呢 不会越来越小 只会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一种 对付中国的军事方面的联盟 盟友 实际上这个 这个在埃斯伯 在大西洋这个智库 演讲的时候 大西洋俱乐部 都讲了 对不对 要拉盟 要盟友 盟友要有精良装备 讲一大堆 简单的说就是要对付中国 当然 这个随着时间发展 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 就要登台了 那此时此刻的中国呢 也看得出来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在整个外交局势上 态度啊 可以算是空前的坚定 因为过去长年呢 从1949年中国建立以来 中国在外交上面呢 都秉持的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你可以说有修养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也可以说呢 我忍下来 我忍下来 没关系 你会老 我会长大 我忍下来 我现在韬光养晦 我等 我忍耐 那当然随着时间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中国政府的态度啊 更加的强硬啊 这个跟国际局势的变化 有巨大的关系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我想在这两天啊 我会找一个时间 跟大家来谈谈 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到底改变了中国多少 他上台之后 他改变了中国有多少 这个 怎么刚好挡到他的头发 他头发好贵 每一年要花好几万 这个整理 这个 很好 我们没有任何嘲笑的意思 非常好 那当然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是可以看出来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更加的复杂 那复杂的是 内部外部 疫情后什么这些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的中国啊 他经济快速的复苏 让中国以外的国家 是 真的是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 因为现在各位注意到 最近美国欧洲 疫情啊 似乎尤其在欧洲 又有再次爆发的迹象 那对任何国家来讲 疫情只要越久 它的国力啊 就被削弱的越厉害 但是中国在这一次疫情 控制的时候 刚开始被大家 比如说诟病 不自由 没有人权 不尊重老百姓 可是如今看来 就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的决策力 让中国的经济复苏了 这件事情是其他国家 想做做不到的 现在很多国家也是啊 对不对 也是封城啊 什么禁止什么 就是说lockdown之后 禁止任何商店开门啊 人们出门啊 都禁止 但晚了 来不及了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 很复杂 但是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看到 中国的态度 在改变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行动了 当然这次对话 是反对中国的扩张 那当然呢 这个也就是平衡中国 要用周边的力量 比如说四方的力量 或者更多五方六方七方八方 大家一起来平衡中国 那中国为什么要平衡 因为中国要窜上去了 但也不能否认 中国现在面临到建国以来 一直 怎么讲 这个有点绕口 就是说 简单的讲 中国成立以来 正面临一个剧烈的 又有一点点痛苦的考验 但是这个对中国人来讲 是不怕了 对不对 有点剧烈 也有点痛苦的考验 但是对中国的发展 又是一个至关的重要 因为我觉得 这有点像跑马拉松 到最后的时候 你可能非常的痛苦 甚至想放弃 我要不要跑完全程 但是呢 这个是绝对不能松懈的 还是要往前跑下去 当然中国的这种民族的这种民族主义 确实让中国人非常团结 尤其是我刚刚讲这个金刚川 那虽然拍的时间很短 大家有人看过的朋友 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又是一种凝聚中国人 当年说 那时候刚刚一岁 你对不对 你就敢跟美国打这一架 然后呢 现在已经70年过了 71岁了 对不对 还会怕吗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意志力非常的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 如今世界的局势不断的改变 尤其是美国大力 这个日本不用说已经是早就搞定了 对不对 澳大利亚也不用说 现在是大力放在这个印度的身上 澳大利亚甚至国防部在上周五吧 做了一个宣布 说呢 过去大概有十年的光景 澳大利亚都会派军舰 定时到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但是呢 他们宣布 从这个今年就开始 今年底就结束了 整个中东的部署任务 不再去中东部署任务 那要去哪呢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 亚洲 这个军事部署还是会有 但是在亚洲 在哪呢 南海 台海 东海 没有讲 但是呢 也看得出来澳大利亚是要跟上了 那当然呢 这个日本最近内部呢 对于啊 这个台海的紧张 听说现在日本内部啊 这个讨论非常凶啊 有两派 那对于台海的紧张呢 日本认为如果台海的平衡变动的话 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全 所以日本现在有两派理论 有一派呢 是维持现状 绝对不能让台海的这个状况啊 有改变 甚至不惜啊 动用它的 居士力量 所以他们最近啊 在这个日本的最南边吧 这个 其实那边有一个岛叫做 就无人岛 这个要做一个大型的军演啊 这个带我看来 这个日本自卫队呢 决定啊 10月26号到11月5号 联合美军哦 日本的自卫海上陆上空中 加上美军 大概有4万6千多人 要做一个大型的军演 在哪呢 在这个鹿尔岛的外海 一个无人岛啊 那这无人岛呢 叫做蛇岛啊 要演习什么呢 叫做夺岛战 这个蛇岛长得像什么呢 像钓鱼岛 长得很像 有悬崖有什么 那当然呢 要有陆战队登陆啊 空中炸射啊 这个船上 这个舰炮啊 岸上轰啊 什么都要有啊 那此时此刻 这个时间点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10月26号到11月5号 总统大选结束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呢 4万6千个军人 在洛尔岛 洛尔岛 如果你看地图啊 这中间是东海 这就上海 上海在这边 东海在这边 洛尔岛在这边 他们在这边军演 4万多人在这军演 换句话讲 演给谁看 大家都知道了 那当然呢 这个对于这个日本来讲 我们刚刚就讲到 台海的 现在的这个紧张啊 日本也在关注啊 但是这是日本的媒体 说他们高度的关注 但看得出来 全世界在2016年之后 都开始改变了 那当然今年大选 谁胜利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有多大 那我想就明天吧 好不好 如果没有什么 更大的事情发生啊 明天的机会点名当中啊 跟各位来谈谈 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 美国总统之后 中国改变 对中国影响有多少 中国因为这样改变了多少 还有在这次大选之后 拜登当选 跟特朗普当选 未来的中国政策 会怎么走下去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我们上了25楼 但是我们目标 还有26楼 继续努力登楼 对不对 那24呢啃得很累 25有大家推 爬得快 但是26还是不能少你 我们一起登楼 为这个26楼啊 继续努力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支持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